UV紫外桿臭氧消毒盒 大家好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UV紫外桿臭氧消毒盒 再加上這個 手機無線充電器 我們現在開啟給大家看 它裡面 這個就是主機 它是珍珠白色的 裡面呢 一條電線 還有兩支滴管 滴管要來做什麼呢 滴管要來滴香薰精油 可以令消毒的東西香 還有一本說明書 好 現在拿出一部機器 嘗試給大家看 它是珍珠白色的 就是Tub C的輸入插頭來的 原裝也跟回一條Tub C線 所以不用擔心你有沒有Tub C線 那呢 開蓋就看到兩邊 這個燈呢 其實就是UV消毒燈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 好像那些UV奶瓶消毒器的迷你版 但是它沒有控光功能的 所以千萬不要放一些濕的東西進去 因為它是不會光的 這裏呢 有一個就是臭洋孔的 這個 還有你那個香薰精油 都是滴在這裏的 你不要滴太多 滴兩滴就好了 要不然它會塞住了 我來現在試給大家看 嗯 你一插電呢 其實呢 它這裏紅燈就會亮了 一通電之後 紅燈是代表什麼呢 紅燈就代表這個 無線充電模式已經開了 它已經開始差點了 那呢 現在就試試消毒 那譬如你現在想消毒這個口罩 按一下這個按鈕 它會發出滴一聲的 滴一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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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這個 十八分鐘消毒模式 如果你想深層消毒呢 那如果你想深層消毒呢 你再按多一下 它會發出滴滴兩聲 變成藍燈呢 就是三十分鐘消毒了 那如果你想中途停止關機呢 那如果你想中途停止關機呢 你按緊它三秒 會聽到滴一聲的 那它就自己關了 那譬如你說你消消毒 突然之間開蓋 有沒有問題呢 是沒事的 因為它那個 UV燈呢 是會跟上蓋子 自動斷電的 你開了蓋子 都不會損害人體的 就不需要擔心的 那到你 那譬如你現在 開了了 十八分鐘模式 那你怎樣才知道它可以了 它十八分鐘之後呢 會發出 滴滴滴三聲的 還有這個燈會關掉的 就代表它已經消毒完 完成了它十八分鐘消毒的程序 你是可以呢 一邊消毒 一邊充電 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這個是十V 支持最高的十V 無線充電 如果你是用iPhone呢 iPhone最快都是支持7.5W 所以是跟它本身的 快充無線充電是一樣的 都是這麼快的 好 今天先介紹到這裡 下次再有新產品再介紹給大家 拜拜